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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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天一下雨 一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七八级都有 那个流水都是断的 那里那又大 渔民们说 木兰头海域的恐怖 不仅在于这里的海面变化异常 天气也是变幻莫测 更加恐怖的是 当渔船在疾风暴雨当中艰难前行的时候 海底就像一双魔掌一样 常常把渔船直接摸进海底 这那里是好多人沉了沉了好多条船 经常有群权的 为什么会这样啊 千百年来渔民找不到答案 在极度的恐惧之中 他们只好相信 是他们惊扰了海神 海神发怒 所以要惩罚他们 怎么办 为保出海顺利 渔民们便有了祭拜海神的传统 以前啊 跟我老爸出海 一般他 他过的 从那里过莫兰桃的时候 烧了鸡箱 之前 就扔到海里了 平常的船过去啊 要点钱给他 抓鱼的人都是击败的 不管什么贵节都好啊 他平常买鸡买鸡也要拜神 可是这有用吗 我不说你也知道 这实际上没有鬼神啊 祭神败鬼那都是心理寄托 是一种迷信啊 所以祭拜之后再去木兰桃 大风大浪 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可是以前的渔民呢 不懂啊 心想过这种纸钱 这买鸡买鸭 祭拜不行 那干脆下点写本嘛 他们一合计 就在木兰桃附近呢 修了两座塔 那就是这两座塔 大约呢是20米高 干什么用呢 希望这两座塔能够震水口 补风水 那你要说了 用塔来震腰驱魔 这还是迷信吧 没错 结果还是不起作用啊 在这片海域 海难依然是经常发生 这里咱们插个话题啊 这片海域为什么会被称作木兰头呢 以前的渔船都是木板 就因为这里经常发生海呢 沉入海中的渔船太多 好些个船板呢 都被冲到海滩之上 时间久了 海滩上堆满了烂掉的船板 木烂头 木烂头 说着说着 就说左了 成了木兰头 木兰头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木兰头为什么这么凶险 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地质专家 听说了木兰头的种种怪事之后 来了兴趣 决定去实地考察 揭开木兰头的神秘面杀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这位 名叫毕华 是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教授 对海南的地质地理比较了解 首先 他和我们的记者一起 来到了文昌县的骑楼街 穿过一段乡间水泥路 记者就看到了一块深褐色的石碑 上面写着海南角三个字 此处正是木兰头 那么传说中那块最凶险的地方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木兰头的地形啊 木兰头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一块是木兰湾 一块是约30平方公里的丘陵台地地带 而那个最凶险的地方 就在最北端那个像海豚头一样的地带 奇怪啊 木兰头那么大 为什么偏偏最北端这个地方如此凶险呢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啊 记者首先想到的是台风 为什么呢 因为有资料显示 海南的台风很多啊 多到什么程度呢 一年12个月当中 平均有8-9个台风登陆 好像是14年嘛 那个微码现在对文昌影响很大了 其他的杂木中就扫平的了 就剩下指数 既然以此台风就可以把文昌的杂木通通扫平 那么可以想象 在海上航行的渔船 那怎么可能是台风的对手啊 再加上台风来的又很频繁 木兰头沉船事故多也就不稀稀了 然而记者的分析在壁华看来 恐怕简单了些 为什么 因为壁华推测 此地之所以不同寻常 很可能与当地独特的地形有关系 此话怎讲 前面我们说了 容易出世的地方 在木兰头最北端那块凸起的地带 虽然我们用海豚头来形容 但是其实有一个词是专门来说这种地形的 叫做夹角 它是耐风化的花岗岩 在风吹浪打之后形成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夹角对木兰头海域 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能否解开木兰头的全部秘密呢 上节我们说了在壁华看来 渔船之所以会莫名其妙的遭遇不测 首先可能与夹角地形有关 具体有什么关联呢 毕教授想到了一种效应叫做夹角效应 解释一下 所谓夹角效应就是因为陆地向海中突出 结果造成夹角及其附近的区域不仅水流增大 风力也明显增加的现象 非洲的好望角大家都听说过 它就是因为受到夹角效应的影响 成为了世界的著名的狂风恶浪之地 那么夹角效应对木兰头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要知道这个得测到几样数据 一是岸上的风速 二是夹角东面和西面海湾的风向风速 以及海水的流速 具体怎么测 岸上的风速和风向都好说 专家手拿仪器直接测就行了 但是要获取夹角东西两边的数据 可就没这么容易了 为什么呢 你得坐船去暗藏凶险的海上啊 敢吗 不如虎穴烟得胡子 只能硬着头皮上 为了安全起见 大家做了性能比一般渔船要好的积帆船 往木兰头海域走 到了距离海岸大约500米的地方之后 壁滑停船开始测水速 方法倒是不难 就是将事先准备好的两个浮飘 系在一根50米长的绳子上 当浮飘随海水流动时 就可以测出海水的流速了 抓好了浮飘 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到更远的地方来测风速了 然而前行的路还真是异常艰险 怎么呢 因为越往前走 大家明显感到风浪越大 到了后来 渔船甚至不停的上下颠簸 晃动越来越严重 晃得大家个个头晕目眩 心想吐 壁滑甚至就已经被晃吐了 不过万幸的是 专家组因为没有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总算是安全返航了 好了 被大风大浪折腾了半天 调查结果怎样呢 这就是测出来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甲角东面海域的风速和流速 明显比西面海湾地区的风速和流速 要大一些 也就是说甲角效应确实存在 而且无形当中加剧了渔船的航行风险 但是摸清了甲角效应的影响 壁教授又有了新的疑问 通过刚才的数据实事修实地讲 虽然甲角效应确实加大了风速和水速 但是还不足以掀起狂风恶浪啊 显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加剧了甲角周围的风浪速度 可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呢 如果把眼光局限在甲角 恐怕是找不到新线索了 那么放眼整个海南如何呢 果然 壁华在看了海南的地图之后 认为影响木兰头海域的另一大因素 是穷州海峡 您看 这就是穷州海峡 它是沟通北部湾与南海的海上走廊 而木兰头正好处在穷州海峡的东南端 与南海西北部的交汇区 可是木兰头处在这样的位置 究竟能够受到什么影响呢 壁教授想到了另外一种效应 叫做窄管效应 窄管效应 在古代的风水里边是天斩煞 就是指两栋高楼并排或者面对面的时候 如果遇到大风天气 当风穿过这个狭长通道的时候 因为气流更加集中 通道内的风会明显的增大 有一个比较开快的地方 经过这个峡子的地方的时候 它风速就会明显的增大 会翻倍的翻两到三倍的增大 有实验证明 霞管效应可以让三级风增大到八级 可见它的厉害 那么同理 穷州海峡海峡海峡 海峡海峡 它其实就像是两栋楼之间的那条细通道 因为气流聚集 海峡中的风力和水速就会比海峡外的地方大 而木兰头海域又在海峡中 自然也是风高浪浪 那么 木兰头危险区域的水流到底有多急呢 如果到海上去测 显然太危险 怎么办 记者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人 就是这位 名叫陈才顺 为什么要找到他呢 因为陈才顺在海南海事局 青蓝分局工作 主管通航安全 而在木兰头海域 有三条重要的水道 一条是南水道 通往三亚 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一条是中水道 属于国际航道 第三条是北水道 通往湛江广州 也就是说木兰头 是通航安全的重头戏 陈才顺 对木兰头当然非常了解 那么 渔民口中的吞舟摩海 在陈才顺眼里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 见到记者之后 陈才顺 直接抛出了一个词 叫做 挤水门 这边是一个挤水门 从这个航道这里过来 这一段就像李月龙门一样 这个就像一个刀 顶着这里的水 就从这里流过来 陈才顺说的挤水门 就是画面中这块面积为200平方公里的水域 也是海水从穷州海峡流向南海的必经之地 那么为什么这块地方被称为挤水门呢 因为此地的海水流速异常之快 有多快的 退潮的时候是流速最大 流速是5.3 涨潮相对以退潮流速要低一点 每小时5.3级的流速什么概念呢 可能有朋友不太懂 节是个什么概念 稍微解释一下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是 一节等于一海里一小时 每小时一海里就是一节的速度 那么一海里是1852米 所以说每小时5.3级的流速就相当于 水每小时流动9815米 这个速度有多快呢 这么说吧 航空母舰大家都知道 航速大约在30节到33节之间 5.3节的流速相当于航空母舰 航速的六分之一 如果你还不太明白的话 英吉利海峡你一定听说过 它是世界第一汽水门 但凡穿过海峡的大货船 都会被急浪晃的边来边去 木兰头海域的流速 仅次于英吉利海峡 真没想到 木兰头居然是世界第二大汽水门 这也难怪渔民们的小渔船 常常被海浪卷到水中 好了调查到这儿 木兰头风高浪急的原因 算是有了答案了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搞清楚啊 节目开头 渔民们说每次风高浪急的时候 海底就好像有一双手 会把船拖进海底一样 那么这双神秘的手究竟是什么呢 上节我们说了 当地的渔民说 木兰头不仅风高浪急 水底下好像也有什么东西在作妖 会把渔船拖进海底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此陈才顺说 这个呀那是因为渔民们闯入了一个特殊的地带 就是这个地方 在木兰头夹角的东面 这里正好有两个狭长的水下浅滩 一起构成了一条落差约20米 宽度约2000米的凹地 您可别小看了这个凹槽 一旦海水退潮 此地极其危险 因为退潮的时候海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冲过这道峡谷 继而巨浪滔天 同时产生复杂的漩涡和杂流现象 若是有船只正好经过 不仅会被巨浪打翻 同时会把船只拖入海底 故事说到这儿 大家都明白了 木兰头海域的一切危险就是这么来的 说白了就是自然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虽然有了这次科考 木兰头不再那么神秘了 但是危险依然存在 希望渔民们从木兰头经过的时候 要多注意安全 好了说完了木兰头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条河 这条河据说在神农架的沐鱼镇 特别神奇 怎么个神奇法呢 相传 明末清初 小闯王李来亨率兵驻扎在神农架沐鱼镇 一天士兵们趁休息的时候 跑到那条河里边洗衣服 谁料洗着洗着 河里的水突然暴涨 把晒在河滩上的衣服冲走了 奇怪啊 又没下雨 也没人故意放水 河水怎么就突然涨了呢 士兵们说 他们也不知道啊 反正河水涨的很猛很突然 而且从那以后 那条河是经常涨大水 最多的一天涨三次 弄得当地人都传啊 河里边有河神 河水暴涨估计是河神发怒了 还给这条河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潮水河 那么潮水河真的存在吗 它为什么会出现河水暴涨的现象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探寻真相 画面当中的这个地方就是神农家沐渔镇 一到镇上 我们的记者就忙着向当地人打听潮水河 潮水河您知道吗 哪个地方经常涨水 经常涨水 长得很凶猛嘛 灰山大 因为打气人 还真有 而且还卷走过人 这可比李来亨当年遇到的情况险多了 那么河在哪呢 跟着向导 记者很快就找到了地方 然而 真见了潮水河 记者又心生疑问 怎么呢 这就是传说中的潮水河 您看啊 河水的水量并不大 这种河即便是涨了水 真能把人卷跑吗 当然记者只是怀疑 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得先观察 几天后观察结果出来了 潮水河确实有涨水的现象 而且一天可以涨好几次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潮水河 可以像海一样涨潮呢 谁知道 在走访的过程当中 记者呀 了解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那边有个潮水洞 每天都发水 每天发几次 昨天晚上我还听见的 村民们说的潮水洞 就是潮水河的源头 据说这个潮水洞啊 每天都涌水 而且没什么规律 这倒是有点意思啊 如果真有这么个洞的话 潮水河之谜不就有了答案了吗 不过真要揭开谜团 还得请专业人士出马呀 所以记者特意邀请了 神冬家地质专家李小池 那就是这位 一起前往潮水洞调查 然而 当大家第一眼见到潮水洞的时候 所有人又都充满了疑惑 怎么呢 您看啊 这就是潮水洞 跟我们想象的洞不太一样 洞口很小 是一条扁长的洞隙 大概有五米宽 洞口中间略高 两边稍低 最高的地方大约有三十厘米 一个出口像缝隙一样的洞 能够涌出大量的水吗 还让千米开外的潮水河暴涨 这有点夸张了吧 可是要说真不可能吧 村民的描述听起来 也不像假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李小池有些迷茫的时候 潮水洞旁边一条干枯的河道 给了他其放 那个河潮里面堆满了大石头 这就说明这条河在以前水量是相当大的 那么大的石头都能够从山上冲下来 但是据当地的老乡说 自从这个潮水洞里面出现 有水湧出来之后呢 那个河就干枯了 那么就很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 这条河在上游某个地方 突然和地下河接通了 大量的水都从地下河走掉了 那么这条河床就变得干枯了 李小池的意思很简单 一句话 是地下河在补给潮水洞 而且之前在湖北恩市的来凤县 就有个这种类似的地下河补给地面洞穴的案例 说在湖北省来凤县有一个镇叫做绿水镇 一直以来呢那里水资源非常丰富 景色宜人 然而近些年不知道怎么回事 绿水镇竟然是连年遭遇大旱 不仅农田灌溉成了问题 就连老百姓吃水也得不到包装 一个水源富极之地成了一片水边旱地 那么水去哪儿了呢 有专家走访之后了解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村民们说啊 在绿水镇的小澳村有一条河 这条河很奇怪 当它从山上流出来之后呢 只在地上流几十米 就消失在深不见底的毛干洞里 不论村民怎么找都找不到河水的去向 这奇怪啊 消失的河水能去哪儿呢 专家打算用适踪记找一找 解释一下适踪记是一种指示标 能够与水同步运动 既不会污染水源 也不会对人畜造成伤害 用它找河水的流向简单有效 那么消失在毛干洞的河水 究竟最终流到了何方呢 流到了画面当中的这个山洞 它就在毛干洞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洞口的水流量很大 河水的颜色呈粉紫色 也就是适踪记的颜色 那么消失在半道的河水 怎么就流入了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山洞呢 专家说是这样的 河水在地表流淌几十米之后 通过毛干洞进入了看不见的山体 而在洞穴内部一个无数列系构造出的水温网 引导着暗河水流神出鬼没 最终流向了山体另一侧的洞穴 根据这个案例 李小迟想到了两点 第一 潮水洞的水可能来自地下河 第二 潮水洞内或许有一个复杂的水网结构 当然了 推测到底准不准确 先得看看潮水洞的泳水情况 说来也巧 第二天 大家就见到了传说当中的奇观 您看啊 几个人刚闪开 一股清水就从洞口右边流了出 很快就会成一大片 顺着洞口下方的陡坡急冲而去 形成了一道小瀑布 原本水流很浅的河流瞬间变成了一条大河 直到半小时之后 汹涌奔流的水势才开始慢慢变小 真是神奇啊 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 反正我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景象 好了 观赏完潮水洞泳水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原因了 当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洞考察 但是问题在于潮水洞入口太小了呀 人根本进不去 怎么办 就在大家伙犯难的时候 向导提供了一条线索 向导说 在潮水洞上方几十米处 还有一个洞 早年有人进洞探秘 在洞里边发现了一个水潭 要不 从这个洞里边往里游走一走试试看 有这种地方 当然得是 很快 考察队进洞了 里边很飞啊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刚进去没多久 大家就看到了一条岸河 难道洞中真有水潭吗 大家加快了脚步往前走 谁知道走着走着 洞上方的一个小洞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看去上面那个 这个的话应该是 给我们的弯管 李小迟说的弯管 就是一个天然的水流通道 通常来讲 有这种弯管的地方都连着一个水潭 果然 就在这个通道后面 李小迟发现了一潭流动的深水 那么这些发现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李小迟认为 在潮水洞内部 或许也存在着类似这样的天然出水空间 与输水通道 从而形成了喷水的器官 具体怎么讲呢 来听听专家的解释 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这是潮水洞 湧出的那个洞口 那么在洞口里面 你们可以发现 有一个大的溶洞 这个溶洞有一个管道 就是地下河的管道 那么 当地下水位在这个大的溶洞里面 急需到一定高度之后 超出这个弯的管道的顶端的时候 这时候就开始 水就开始往外流了 第一步是流到这个空洞里面去 然后顺着这个下面的地下河 湧到下面那个小的坑里面 只有当这个小的溶洞被灌满水之后 那个大量的水才会从这个溶洞 就是我们潮水洞的洞口 往外溶出 综合考察结果 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潮水洞的溶水过程 专家认为 潮水洞附近的地下构造 基本上是由几个溶洞系统嵌套而成的 那么首先 随着潮水洞上部空洞中的水位上升 水会顺着弯管流下 如果流入上部空洞的水 水流很稳定 水就会源源不断的流过弯管底部 这时不会发生溶水现象 但是如果上部空洞中的水流量突然变大 或者气压足够大的时候 水就会全部流入弯管 先进入下面的小空洞流出小洞口 一旦小空洞被填满 水流就会从潮水洞涌出 从而形成壮观的溶水现象 这就是潮水洞溶水的原因 那么既然潮水洞的溶水之谜解开了 潮水河的长潮之谜 那也就是水到渠成的解开了 不得不说大自然的确很神奇 总能在不经意间 用一个个看似偶然的自然条件 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地质奇观 而这些地质奇观 因为我们深入认识地球打开了一扇窗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咱们下期再见